日本每年平均遭到10.3個颱風侵襲 其中2.6個會從南方登陸 因此天災應變更應該防患與未然 日本東京都政府公布最新研究報告 一旦有強烈颱風侵襲東京 進而引發6公尺高的風暴潮 也就是強風將海水吹上岸 那麼整個東京市中心會有三分之一 相當於212平方公里面積全泡在水裡 影響至少395萬人 最嚴重的低洼地區 淹水深度甚至高達10公尺 到時候商業和娛樂中心 還有重要鐵路都將陷入一片水箱澤國 大水可能持續一星期以上 超過100萬人必須撤離 這份報告的假設情況 是強烈颱風從關東地方登陸 中心氣壓910百帕 移動速度每小時73公里 這樣的規模就像是曾在1934年 侵襲日本的四戶颱風 當時就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或失蹤 而隨著氣候變遷 海水溫度上升 全球的氣旋系統年年增強 東京都政府目前著手沙盤推演 要研議出最有效的緊急撤離計劃 還要如何在第一時間 向民眾傳達警示指令 以免颱風引發複合式災難 釀成更嚴重的死傷 大愛新聞留人好兵役 大愛新聞留人好兵役 為初,隨便 分比 有 izen 穩 雙